各位观众,又一部三十年里来了,洒花,鼓掌,欢迎火王之破晓之战,这名字,确定不是动漫书名,你还真说对了,感觉改编,自由素兰和漫妄火王,讲述了来自外星球的火王中天通过一系列努力和较量拯救世界,并和司徒奉剑展开一场当性回常的爱爱情的故事,而通明影视改编,火王之破晓之战,由胡一君指导, 饶剑编剧,景田,陈板林,张一杰,赖玉蒙,范士奇,张维纳,孙尚龙,百安等主演,千年以前,宇宙中有一星雨,那里山川秀美,景色宜人,火王中天,风神千昧,山神地云等六位圣明,在众神之手上宣,的带领下共同维护星雨的和平,在一次与黑暗势力的对抗中,众神遭受重创, 千年为救爱人众神生死未卜,心欲面临灭顶之灾,众神为了寻找拯救家园的能量,在上升指引下,寻找新的生机,几经饱舍,众神来到遥远的冬域,并在此众神遇到了与爱人千年长相一样的司徒奉献,两人经历一次次磨难好相爱,却又因此陷入了更大的生死危机中, 而此时,黑暗势力也跟随至此,原来这一切幕后黑手,竟然就是仲先曾经的好兄弟弟云,在历经亲情,友情,爱情的种种抗衡后,善念终于战胜邪恶,仲先和弟云也重新携手,共同找寻拯救新居的希望,重建美好家园。 在拍摄之初,景谦依然分饰三角千妹,司徒奉献,童风,其中奉献英气十足的古装扮相,备受好评,大甜甜,真实超市和男装大老的设定HHS剧文,后续现代部分火王之千里童风,将接到古装播出。 景谦所饰演的正义记者童风,也将与陈百里展开一段相爱相杀的故事,然而这不至做精良的企划古装大剧开局不利,昨晚在流量微信芒果台开播收视剧0.33,令人到呼意外。 这么低的台播收视,一方面与播出时间被晚上十点,失去收视主力年轻人的关注,而另一方面,主演并非打热流量明星。 景谦成柏林自带的流量粉丝,并不足以称其收视率。 这样看来,希望这部剧能靠晚播口碑发力,争取后来之上吧。 这部,太子的扮演者范士奇的热度上来了,曾经是2013年快男六强选手的范士奇,近几年陆续参演多部网剧,歌手转职演员,也算是有不错的发展了。 更受人瞩目的是,他拿下了翻拍《王子变青蛙男》主角,想知道新版的单身号演技咋样? 先来看看火王之破小之战吧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哦,哎哟。